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放射性与X射线的发现权 纳摩 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牛顿VS莱布尼茨 微积分发明权之争 当然 牛顿和莱布尼茨之间 关于微积分发明权的争斗 是科学史上最著名的争议之一 让我们穿越时空 回到17世纪末 看看这场数学界的攻斗剧 是如何展开的 首先 我们得介绍一下两位主角 爱萨克 牛顿 Isaac Newton 英国的物理学家 数学家 可能是你在高中物理课本上 见过最多次的名字 哥特弗里德 威廉 莱布尼茨 Godfried Wilhelm Leibniz 德国的哲学家 数学家 可能是你在哲学课上 听到过的名字 两人都是天才 但他们的性格和背景 却大相径庭 牛顿是个内向的天才 喜欢独自一人 在剑桥大学的房间里 思考宇宙的奥秘 他在1660年代中期 就已经开始研究微积分 但他是个藏书家 不太愿意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 莱布尼茨则是个外向的多面手 喜欢与人交流 旅行广泛 他在1670年代末 独立地发展了微积分 并且很快就发表了 自己的研究成果 问题来了 谁是微积分的真正发明者 牛顿的支持者认为 牛顿早在莱布尼茨之前 就已经掌握了微积分的基本概念 只是没有及时发表 莱布尼茨的支持者则认为 莱布尼茨不仅独立地发现了微积分 而且他的记号 比如DX和DY 比牛顿的记号 比如Flex Science和Fluence 更为简洁和实用 这场争斗在1700年代初达到了高潮 英国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此事 而这个委员会的主席 正是牛顿本人 结果可想而知 委员会的结论是 牛顿是微积分的真正发明者 而莱布尼茨则被指控为飘窃者 这场争斗不仅影响了两位科学家的声誉 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德两国的科学发展 英国的数学家们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拒绝使用莱布尼茨的记号 导致英国的数学发展 一度落后于欧洲大陆 不过 历史是公正的 今天 我们承认 牛顿和莱布尼茨 都是微积分的共同发明者 牛顿的贡献 在于他对微积分的基本概念 和应用的深入理解 而莱布尼茨的贡献 在于他发展了更为简洁和实用的记号体系 所以 牛顿和莱布尼茨的争斗告诉我们 科学的进步 往往是多方努力的结果 就像一场精彩的足球比赛 虽然每个球员 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职责 但最终的胜利 是团队合作的结果 牛顿和莱布尼茨 虽然在微积分的发明权上 争得不可开交 但他们的共同努力 为后世的科学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希望这个故事 不仅让你对微积分的历史 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还能带给你一些启发 在科学的世界里 合作和分享 往往比争斗和独占更为重要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霍金VS斯莫林 宇宙起源的多重宇宙理论 当我们谈论宇宙起源的多重宇宙理论时 两位重量级的科学家 史蒂芬 霍金 Steven Hawking 和李斯莫林 李斯莫林 就像是科学界的超级英雄 他们各自提出了不同的理论 试图解开这个宇宙的终极谜团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霍金的理论 霍金是个天才 甚至在他被诊断出 患有见动人症后 仍然以惊人的毅力和智慧 继续他的研究 他的多重宇宙理论 主要基于量子力学和宇宙膨胀理论 他提出了一个叫做无边界条件 No Boundary Condition的概念 这个概念认为宇宙在时间的七点并没有边界 这意味着宇宙可以从一个量子态中自发的产生 简单来说 霍金认为我们的宇宙可能只是无数个平行宇宙中的一个 每个宇宙都有不同的物理法则和常数 现在让我们转向斯莫林 斯莫林的理论有点像是科学界的达尔文进化论 他提出了一个叫做宇宙自然选择 Cosmological Natural Selection的概念 根据这个理论 宇宙就像生物一样会经历一个选择过程 斯莫林认为 每当一个黑洞形成时 它会创造出一个新的宇宙 这个新宇宙的物理法则和常数可能会略有不同 这些新宇宙中 那些能够产生更多黑洞的宇宙会繁衍得更快 从而在多重宇宙中占据主导地位 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宇宙版的生物进化 对吧 那么 这两位超级英雄的理论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有一次 霍金和斯莫林在一个科学会议上碰面 两人开始了一场激烈的辩论 霍金用他那标志性的电子语音说 李 你的理论听起来像是科幻小说 斯莫林则回应道 史蒂芬 你的理论更像是魔法 这场辩论虽然激烈 但也充满了幽默和智慧 让在场的科学家们既受益匪浅又捧腹大笑 总的来说 霍金和斯莫林的多重宇宙理论虽然各有不同 但都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宇宙起源的新视角 无论是霍金的量子宇宙 还是斯莫林的宇宙进化 这些理论都让我们对这个神秘的宇宙 有了更多的想象和探索空间 毕竟 科学的魅力就在于它不断挑战我们的认知 让我们在无尽的位置中寻找答案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居里夫人VS伦秦 放射性与X射线的发现权 当我们谈到放射性和X射线的发现时 这就像是在科学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 两位重量级选手的对决 居里夫人Marie Curie和威廉 伦秦 Wilhelm Röntgen 这两位科学巨型的故事充满了智慧 毅力和一点点的戏剧性 首先 让我们来看看威廉 伦秦 这位德国物理学家在1895年发现了X射线 这是一个完全意外的发现 伦秦当时正在研究阴极射线 结果发现了一种能穿透物质的神秘射线 他把这种射线命名为X射线 因为X代表未知 伦秦的发现迅速引起了轰动 因为这种射线能够穿透人体并在摄影底片上形成影像 这对医学诊断来说简直是革命性的突破 伦秦因此在1901年获得了首届诺贝尔物理学奖 接下来我们来谈谈居里夫人 这位布兰义法国科学家 原名玛利亚 斯科沃多夫斯卡 玛利亚斯克户达斯卡 与她的丈夫皮尔 居里 皮尔 科雷 Radium 还提出了放射性这个术语 她的研究证明了 放射性是一种原子内部的现象 而不是化学反应 居里夫人因此在1903年 与她的丈夫和亨利 贝克勒尔 昂瑞贝克勒尔 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并在1911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成为唯一一位在两个不同科学领域 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 那么 这两位科学巨星之间 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呢 其实 他们的研究领域虽然有交集 但并没有直接的竞争关系 伦琴的X设限发现 主要应用于医学影像学 而居里夫人的放射性研究 则深入探讨了原子结构和合物理学 可以说 伦琴为我们打开了人体内部的透视眼 而居里夫人则揭示了物质内部的能量源 有趣的是 居里夫人和她的丈夫 在研究放射性时 经常把放射性物质随身携带 甚至放在口袋里 这在今天看来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因为我们现在知道 这些物质具有极高的危险性 然而 正是这种无谓的精神 让他们能够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 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总结来说 伦琴和居里夫人 都是科学史上的伟大人物 他们的发现 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伦琴的X设限让 我们能够看见 隐藏在皮肤下的骨骼 而居里夫人的放射性研究 则让我们理解了原子的内部结构 这两位科学家的故事告诉我们 科学的进步 往往来自于意外的发现 和不懈的探索 正如居里夫人所说 在科学上 我们应该关注事物的美丽 而不是它们的危险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穿越时空 探讨了三场科学界的经典争斗 真是让人心潮澎湃啊 从牛顿和莱布尼茨的 微积分发明权之争 到霍金和斯莫林的宇宙起源积变 再到居里夫人和伦琴 在放射性与X设限领域的伟大发现 每一场对决 都像是一部扣人心弦的大片 让我们简要总结一下 一牛顿VS莱布尼茨 这两位数学天才在微积分的发明权上 斗得你死我活 最终我们承认 它们都是微积分的共同发明者 这场争斗提醒我们 科学的进步往往是全体努力的结果 合作和分享比独占更为重要 二霍金VS斯莫林 在多重宇宙理论的领域 两位科学巨星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 霍金的无边界条件和 斯莫林的宇宙自然选择理论 都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宇宙起源的独特视角 这场辩论充满智慧与幽默 科学的魅力就在于不断挑战我们的认知 三居里夫人VS伦琴 虽然这两位科学家没有直接竞争 但他们在不同领域的伟大发现 同样重要 伦琴的X射线革命了医学影像学 而居里夫人的放射性研究 揭示了原子的秘密 两位巨星的无畏精神和不懈探索 成就了科学史上的辉煌一页 在这些故事中 我们看到科学不仅仅是冷冰冰的数字和公式 它充满了人性 斗争 合作和偶然的发现 科学家们的智慧和毅力 不仅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 还激励着我们不断追求未知的答案 那么 亲爱的观众们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你们更支持牛顿还是莱比尼茨 霍金的理论更吸引你 还是斯莫林的宇宙进化说更有趣 或者你对居里夫人和伦琴的发现 有什么独特见解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的观点和问题 让我们一起 在这浩瀚的科学海洋中继续探索吧 我是六博士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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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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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